各位好,我们来复习动量守恒定律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学到了动量 就是质量乘速度 而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呢 就是我们的力 就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最初的描述 那当这个什么情况下呢 动量不会改变 那根据这个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关系是 我们就可以发现 当等号左边这个外力是0的时候 那等号右边的Δ 动量变化就是0 就是像说我们的动量是Mv 那如果说不受外力或外力合力为0 那就是V不变等速度运动 等速度运动 那今天我们只是乘上一个质量 乘上一个质量 那高中阶段我们的这个物体质量 在运动过程中并没有改变 我们如果运动物体 运动过程中质量会改变 那就像是飞机 飞机飞它会变轻 因为消耗燃料或是火箭 火箭一边往前加速 一边把它的废气排出来 那这种情况是需要用到微积分的 那在高中阶段我们比较不会去讨论 那所以呢其实如果质量不变的话 那如果不受外力那当然速度也不会变嘛 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这个当物体不受外力 那它就会进行等速度运动 那到这边我们是换一个说法 就是当外力是0 那物体的动量就不会改变 物体的动量就不会改变 那就是最初的动量等于后来的动量这样子 那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平面运动上 什么意思呢 像是这个抛体运动 抛体运动呢 我们知道它的牵直方向是有受重力 水平方向不受力 如果不考虑摩擦力或空气阻力 水平方向不受力 但牵直方向有受力 那在动量守恒的这个条件下呢 我们就会可以把牵直和水平分开来分析 水平方向因为合力为0 水平方向动量是有守恒的 但是牵直方向呢 牵直方向有受重力 有受重力 所以它牵直方向速度有在改变 速度有在改变 动量有在改变啊 就是因为它有受力的关系 所以 可以运用在平面运动 可以个别去分析 直角坐标的 两个周 去个别去分析它 是否动量守恒 那如果又要综合讨论 那这个抛体运动实际上 还是动量不守恒 因为 虽然它水平方向动量守恒 但牵直方向动量不守恒 所以综合考量 水平和牵直 综合考量它其实是动量不守恒 好 那这个就是单一指点的情况 那如果说 实际上我们 动量守恒的 真正的用途呢 是在多指点的情况 多指点也就是指点系统的情况 什么情况下指点系统的总动量会守恒呢 那就是也是一样 合力为0 合力为0 合力为0的时候 好 那 是系统所受的外力 来自系统外的物体 对系统内的成员施力 那如果这些力全部加总 外力全部加总为0 那系统的总动量会守恒呢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首先呢 是有一个人1号去推球2号 那人推球球推人呢 他们会有作用和反作用 那发生的时间是一样长 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那就会造成动量的变化 这个2号呢 会获得一个动量变化 1号呢 也会获得一个动量变化 可是这两个动量变化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因为作用和反作用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把 把这个人1号和2号 视为一个系统的话 视为一个系统的话 那这时候这个系统的总动量 也没有改变 那就没有改变 因为球获得向右的动量 但人获得向左的动量 没有第三者 没有系统外的物体 对系统内的1和2失利 那这样的话就是 1和2的总动量是不变的 或我们写手痕 这样子 那如果说今天呢 是 是 匡另外一个匡 如果今天是 不只是把1号、2号 视为一个系统 而是 把3号 应该说这样 还是继续把1号、2号 视为一个系统 这样子 只是没有匡到3号 没有匡到3号 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得出来嘛 就是 2号 继续往右飞 然后 撞到3号 撞到3号 3号给2号一股力 就是3号对2号的力 作用一段时间 做用一段时间 好 那这时候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1号、2号这个系统 有没有动量守恒 提示就是 就是 有来自于 3号 这个 粉红色框框之外的力 给予这个2号一个 动量 变化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这个红色框框好像 有来自于外界给它一个动量 那所以 红色框框这个系统 1号、2号的这个系统 这时候 动量还是守恒吗 就没有守恒了 就没有守恒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直点系统 什么时候才会动量守恒呢 就是没有第三者 没有第三者对系统的成员施力 现在的系统是1和2 那3号对2号施力 就相当于是对系统成员施力 所以 这就是动量是否 系统的总动量是否守恒的条件 那如果今天你又再把 我们再把1和2和3 全部框起来 那没有4号的情况下 没有4号的情况下 没有4号对1号、2号、3号施力 那 虽然说1号、2号施力 然后2号、3号施力 他们都有动量的变化 可是 因为我们今天把1、2、3 全部框起来作为系统 那 他们之间的动量变化全部加总 其实都是0 所以都是没有变化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雷射笔框起来的 整个范围内 总动量还是守恒的 那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话 是这样的 前面我们介绍直行加速度的时候 有介绍到呢 系统的加速度 由直行加速度来代表 那怎么样可以造成系统的加速度呢 要有外力 内力不会影响 系统内的内力不会影响直行运动 所以外力的总和就做为合力 做为合力 然后就造成直行加速度 那直行加速度可以写成 直行速度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那我们把这个总值量呢 乘进去 总值量去乘上直行速度 就会变成总动量 就会变成总动量 这我们在推理直行速度的那一则影片 也有稍微介绍 系统的总动量 那从这个式子看起来呢 当等号的左边 这个外力是0 那等号的右边 总动量的变化量就是0 总动量变化是0 就是没有变化 那没有变化就是守恒 就是守恒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 最初的总动量 会等于后来的总动量 这样子 那如果是两个值点的系统 两个值点的系统 最初的总动量 就是 值点1的动量 加值点2的动量 这就是最初的总动量 那后来的动量就是 值点1 后来的动量 加值点2 后来的动量 那加起来就是 最后的总动量 那回顾动量的公式 mv 值量乘速度 最后我们可以写出 动量守恒的这个式子 好 那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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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